范馨儿 我们现在真的迫不及待地想要看一看 您刚才描述的这些和体育相关的画作 您给大家一一地介绍一下 对 那个我画的苏一鸣 苏一鸣我画的它这是夺金的时刻 它很了不起 我还画了古艾琳 古艾琳 我叫凌空一月 我画了五大镜最后充现的时刻 这是中国代表团的手金 我还画了这个手钢的大翘台 叫滑雪大翘台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七彩飞红 因为它涂了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 这个画面我就倍感兴趣了 因为这个转播车 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负责东京奥运会转播的高清转播车 你为什么会画像它 我觉得当时电视和报纸都做了报道 我觉得很有意思 它叫4K 8K 这个4K 8K这个词 叫高清一席的转播车 而且是超高清 超高清 当时我看了这个图片 我也很感动 我就立即画出来 画面不大 中国魂走进了东京奥运会 人们经常要说 在国际舞台上 讲好中国故事 我就想在奥林匹克这样的平台上 讲故事 所以2017年我就去办了 展览的题目叫 《丽玉美泛杨体育美术》作品展览 丽玉美在高层次的精神交流上 它是相同的 我是第一个在这儿举办个人展览的中国画家 您还记得给您颁发顾拜旦奖章的那天 当时的场景或者是细节吗 能记得 因为当时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发布的前一天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就来到了北京 专门做了一个小心而隆重的一个颁奖会 巴赫主席亲自把货币团讲到又这么大了 挂到我的脖子上 我也觉得当时非常的感动 他会激励我继续前行的 这是一幅我画的凤凰城 这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的凤凰 画了七八个小时 烟雨凤凰城 我也挺满意的 2021年我到贵州去写生 也是带队 画了一个张柯江 曾经在汉代的时候 它是叫夜郎国 这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发源地 您花了多长时间 这张画我大概画了三个小时左右 我画了对面的码头 还画了张柯江这样 游近极远的过去 实际上就讲到一个中国画的黑白构图的 叫时中有虚 虚中有时 对 哪怕你没机会去过这儿 但是看到这样的写生作品 中国山川之美之壮丽 其实我们都可以非常生动地感受到 我们还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画家 我们也要关注当代 关注新时代 关注一带一路 我就画了两张大画 这题目叫赶车的人 这画得有多大 真码这么大 人是真人这么大 我画的时候也是很有激情 很激动的 用的也是中国画的手法 我就用的这种比较中国传统壁画 永乐公壁画或者灯黄壁画 那种比较雄魂的壁画画出来的 我还有一张 这一张叫阳光下的葡萄架 反映的是维吾尔当地的人们 生活在 沐浴在幸福的阳光下 葡萄丰盛 人们生活富足 这是一带一路的上呈现的一种 繁荣美好的一个景色吧